位於澳門銀河酒店娛樂廳內的白樂潮州酒樓 以金色作為主色調 未進去已經有一種大氣而華貴的感覺 充滿華夏色彩的高尚設計 令人眼前為之一亮 壯似燈籠的水晶燈更是閃閃生輝 而雙鏈的底座分隔開獨立的空間 無疑它是現代風格與古代風情的完美配搭 既優雅又古典 而這次白樂潮州酒樓所推出的黃酒和食品配搭的特別菜單 更加進一步配合酒樓的一貫風格 說到黃酒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應該是花雕酒 那花雕酒又是怎樣來的呢 花雕酒還有別名叫女兒紅 古時的少兄 當女兒出生的時候 父母會讓幾壇好酒 並且會加以索雕或花胃的圖案 然後埋入地下 讓女兒出嫁的時候取出款待奔客 而花雕酒亦都因此而得名 花雕酒一般存放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滋味醇厚色澤橙黃 香氣濃郁 成為紹興酒的商品 花雕酒除了可以以溫飲或是以冰鎮的形式飲用之外 更加是可以用來助菜的 首次今次這個黃酒特別菜單 更加是用了古月龍山陳年花雕 在我身邊這一位 就是主出這幾道令人食指帶動的菜式的陳師傅 陳師傅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為何今次會想到將這個美食和黃酒搭配起來呢 花雕酒是中國很累的歷史 我們今次跟這個行政總持西文 和幾位師傅 就想來想去都是花雕酒 來想這幾道菜 花雕酒它比較純 這個紙菜 什麼都好都用花雕酒都非常理想 陳師傅 我們知道用黃酒配菜是很講究的 那有沒有說今次選這種素材 是有什麼特別挑選的程序呢 最基本食物都要新鮮 我們所挑選的東西全部都要新鮮 特別事業呢 第一道這道事業都是 岸門人叫做森泥 配搭橫林火腿和冬菇 調味料下去蒸和花雕酒 非常鮮味 師傅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 裁面上這幾道菜 加上黃酒之後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增添這些菜的食材呢 第二道菜就是蛋白花雕蒸蟹 蛋白和花蟹花雕酒 來選擇這道菜 蟹本身是鮮味 花雕就甘 蛋白就香 下一道菜呢 這個醉翁蝦 這個醉翁蝦呢 我們用這個酒來麻醉它 麻醉了之後呢 用這個常湯來浸 這個蝦 非常特別的 紹興酒醉這個蝦呢 蝦的肉質本身是鮮味 它有少少鮮 但是這個花雕酒呢 它會癖了一些鮮味 還有我們搞這個頂湯 這個常湯 再加一點杞子 這道菜 著熟來吃就非常特別的 這道菜 即是花雕酒可以帶出海鮮的鮮味 鮮味 非常鮮味 這道菜 用這個頂湯 加上這個藥材 藥材 藥材裡面有這個 冬桂 筆棋 紅棗 和杞子 吃這道菜 非常甜 和帶了少少少韶酒的味 又不是很濃 有少少酒味 韶酒有些很甜的口感 再跟我們介紹下一道菜 最後一道菜 就是新鮮的肉排 新鮮肉排和華梅 後製這道菜 很特別 因為師傅都想了很久 煲液來喝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都想一想一想 這道菜 如何做得好呢 就挑選這個肉排和華梅 來炆 那你煮這幾道菜 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呢 特別注意的就是 這個飯糧 色裝 雞 這隻鮮雞 就要多些酒 多些食材酒 要站過這隻雞 加上肉汁就更加 其他呢 例如蟹 豎衣 和肉排 要適量 不要蓋過鮮味 各位 聽完師傅的介紹 是否很想來試這幾道菜 那就記住來銀河的百樂潮州酒樓來試試吧 百樂潮州酒樓 無論外觀或材色 都古典而華歸 絕對可以帶給你 遇種不同的感受 從來 百樂潮州酒樓 是否 최式的 性裝 颱備